密谋杀害耶稣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一至五节 耶稣讲完了这番话后 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两天后就是逾越节 到时人子会被出卖 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正聚集在大祭司该亚法的府里 策划逮捕杀害耶稣 但他们认为 在节日期间不宜下手 因为可能会在百姓中引起骚乱